在传闻许久之后 高凤数位学院现在确定要退场了 虽然校方跟教育部都再三承诺 会照顾师生的权益 但是有教师团体非常担忧后续的发展 他们认为教育部应该要更积极的强化 对一些私立学校的监理 农历年前教育部承诺 高凤数位内容学院的未来将有答案 农历年后不等教育部定夺 校方就公告停办相当突然 高教官会指出 高凤的教职员连失业给付都没有 教育部应该代位求偿 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 高凤基建的教职员总共有四千五百万的薪资 那这个部分我想在停办的宣布里面 也没有说要如何解决 担心教育部没有积极作为 高教官会将协助老师追讨基建薪薪资 而事实上少子化对高教的冲击 到一百零五年才开始 讽刺的是提早退场的高凤 还是台湾既值高等教育最晚成立的学校 为什么成立十年就说再见 全教总说全是因为台湾高等教育盲目扩充 错估了人口趋势导致 他是没有评估到已经连续六年 人口趋势明显向下抖降 因此他是最后一只笨老鼠 高教松磅大专校院林立已失事实 全教总呼吁教育部必须违请会计师进入有危机的学校 并且让私校设立公益监察人 监督补助款留项 以免私校恶性办学殃及失身 警察卫生知名特别报道